我今天請來 內分美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林景欣醫生跟我們說說 無糖代糖對糖尿病人 看看血糖會不會上升的問題 你好… 林彥先生 好, 支持你們 好 我沒有很多問題 因為平時市面上的飲品或食物 都會標榜自己零糖 或者只是加了代糖 是 但吃下去喝下去都很甜 很甜 對, 那些甜是從哪裡來的? 是, 我想大部分人都喜歡吃甜 因為覺得很幸福 所以大部分食品都加了很多糖 但如果吃太多糖 又會有很多健康的問題 例如豬芽、肥胖等 所以就出現代糖 代糖顧名思義就是糖的代替品 對, 它有糖的甜味 但熱量就會低很多 這個代糖有沒有分多少種類? 是, 代糖來說 我們可以分為人工的代糖 和天然的代糖 我們有甜菊糖、羅漢果糖 還有一些糖醇 例如木糖醇、山梨糖醇 還有麥芽糖醇 這些是天然的算是嗎? 天然的 也有卡路里嗎? 也有一點卡路里 一點 另外我們有些人工的代糖 例如糖精和阿斯巴田 林醫生, 你剛才提到 有代糖或甜味劑 你看它熱量很低 熱量有多低呢? 是, 如果以人工的代糖來說 基本上是沒有熱量的 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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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了 是, 如果天然的代糖 我們說的可能每刻 都只有四千卡 所以比借糖, 其實那些熱量也低很多 很低 是, 用這些代糖或無糖 是否可以控制血糖上升? 其實如果我們只用代糖 基本上就不太影響血糖 是 但是那些無糖或低糖的食品 其實就要視乎那些食品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食物裡面的 碳水化合物 例如五穀類、粥粉麵飯、水果等等 其實它們會經過吸收之後 轉化為糖類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的食物 已經含有碳水化物 譬如蛋糕、餅乾等 就算它們用了代糖 你吃了這些食物 其實吃完之後 血糖都會升高 哦 要減食物 就是這樣 這個人有糖尿病 是 代糖或無糖 就是很有幫助 如果你說相比借糖來說 其實用代糖對於糖尿病人來說 選擇當然比較好 但是吃代糖其實也有機會影響身體 有些研究顯示 其實用了代糖之後 會影響到我們腸的微生細菌 另外其實有些代糖 就像糖醇一樣 其實不能夠在我們吸收 變成吃完之後 就可能會有胃氣醬或肚餓 這些副作用 它也有副作用 那你有沒有一些飲食建議 可以給予我們 是 我想如果你說戒糖來說 我們食物裡面 可能我們有分天然 還有一些加工的食物 如果你說天然的食物 譬如說水果、蔬菜 其實他們的含糖量相對來說低一點 所以就不需要特別割 而且他們也有其他益處 譬如他們有些纖維 有些礦物質、有些維他命 所以要割的話 我就會建議割一些加工高糖的食物 越高糖就越割了那些 譬如加了一些糖漿的飲品 加了或者甜品 蛋糕餅乾那些 即加工的食物 沒錯 那汽水就不能喝了 如果要選擇的話 可能還是喝無糖的汽水 靈糖的汽水 繼續 靈糖少一點 靈糖其實也未必完全無糖 是的 其實根據美國藥管局的規定 只要每100毫升的飲品 或者食物裡面 少於0.5克的糖 其實就叫做無糖 但其實有的 有,0.5克 沒錯 所以其實無糖也不是絕對無糖 是的 說起建議,可否給一些建議 如果想控制血糖 有沒有什麼準則呢 是,如果糖尿病來說 正常的血糖 餐前或胸肚子應該是4至6 餐後兩個小時就不過10 那血糖就比較理想 那飲食那方面呢 飲食方面,剛剛也說過 其實我們食物裡面的碳水化合物 會轉化為糖分 所以如果我們想控制好血糖的話 那個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就要留意一點 碳水化合物 即是澱粉質 五谷類 粥粉麵飯 水果 豆類 還有奶類 其實都有碳水化合物 我們會建議病人少吃多餐 不要一次過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對,因為如果糖尿病 他一次過吃過量的話 他餐後血糖就會飆得更高 另外,就可以考慮吃多些蔬菜 高纖的食物 因為那些纖維質 其實可以減慢血糖的吸收 多吃水果 如果你說午餐和晚餐 我們都會建議吃一碗蔬菜 菇類或者瓜類 另外,碳水化合物 我們也有些低升糖一點 如果你說麥包 就比起白麵包好一點 如果紅米、糙米 就比白飯、白粥好很多 林醫生,早五晚又沒有分話? 早餐吃多一點 對,晚餐 晚餐 每天聽說 每天晚上營運燒化 晚上沒吃 晚上沒吃 日餐吃少一點 是否這樣計算? 這樣對糖尿病來說 就未必是這麼好 因為我們在說 是它要少吃多餐 如果你說它有一餐吃少一點 有一餐吃多一點 可能有一餐 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太多了 其實胰島素在我們身體裡 是怎樣運作 跟我們的血糖有什麼關係? 是,其實… 我們的胰狀就越來分泌胰島素 當我們進食之後 我們的血糖就會吸收在我們的血管裡 其實胰島素就像運輸員一樣 將血糖運輸到我們不同身體的細胞 作為能量 但是為什麼有時候功能做到 有時候功能做不到 慢慢它又會衰退呢? 是 那又怎麼理解呢? 是,如果是二型糖尿的話 其實胰狀仍然分泌到胰島素 是 不過就出現一個叫胰島素礦座 可能是遺傳或是超重的問題 會令我們對胰島素的敏感度下降 即是你不要來… 對,我們分泌到胰島素 但它無法發揮它的作用 我聽說有些糖尿病病 有些是吃藥的 有些是打針,那是怎樣呢? 我猜大部分病人剛確診的時候 都會選擇又不吃藥,又不打針 是 但我們就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糖尿病人確診的時候 他們的胰狀功能已經衰退到50% 沒錯 沒錯,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其實我們的胰狀功能會慢慢衰退 可能一年有4%至5% 他們很多時候可能症狀不太明顯 我們想早一點用藥 通常都是口腹糖尿藥 改善了胰狀對胰島素的敏感度 快點控制血糖 延緩胰狀功能衰退 以及減低長遠的併發症 林醫生,最後想請教一下 如果胰島管得不好 身體會出現什麼併發症 以及內分離系統會不會受到影響 是,其實我想患糖尿病 大家最怕就是一些糖尿病 長遠的併發症,慢性的併發症 因為血糖控制得不好 其實可以影響我們身體不同的器官 比如呢? 對,譬如糖尿上眼 如果糖尿上眼的話 眼底可以出血,甚至是芝麻 另外,可以影響腎 可以有蛋白尿,甚至腎衰竭 其實如果你說香港來說 需要洗腎的病人 絕大部分,超過一半 本來都是因為血糖控制得不好 另外,可以影響我們的血管和神經線 增加了心臟病、中風 或者要截肢的機會 是,所以血糖不只是吃甜味劑 或者代糖也可以干涉得到 其實不一定的 其實我想我們要所有東西配合 我們要吃藥,要均衡飲食 以及喜歡適量的運動 適量運動很重要 提醒大家 如果不明白的話 記得請教醫生或專業人士 蠻油管理人士